邓伦 中国内地新生代影视男演员 在《香蜜沉沉》《静如霜》等热播剧中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活跃在影视剧中的八色鸟 也是综艺节目中被众人调侃的 腼腆男孩 一路走来有过心酸坎坷 但是依然笑得明朗 这位大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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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 一到早上起来就开始练 早上起来运动是最爽的一天的一个事情 不想睡觉吗 为什么大早上起来健身 可能对于我习惯 健身也真的是我的一个 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你帮我试试他的身材怎么样 可以吗 对 你上手 可以吗 我觉得还可以 你摸摸他有腹肌吗 为啥的总让我 为啥的总让我摸 那我摸也不合适吧 我觉得还好吧 要不一起吧 一起 就大早上起来先一人摸 先一人摸我一遍是吧 好像有勾贺感 其实我也健身 其实我也健身 你也健身吗 对 就是我偶尔就闲的时候会去健身 你们知道吗 在健身房有句话就是 健身房不战斗 跟跳广场舞有什么区别 健身房要怎么战斗 怎么样 你俩来一个 你选项目吧 我都可以 我们肺肺是不会怂的 我都可以 我们肺肺是不会怂的 我差点给你拍倒了 我刚才 那简单点吧 复活冲吧 好不好 行啊 那就谁先做到四十 那就先四十吧 四十吧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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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准备 而正能是开腿的好吗 就哪个更难 十一数 我先拿记住 我记得了 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十七 飞飞 加油 我们熟悉的味道的荣光就扣你了 你就快做成败宁了 飞飞 好 此处有掌声 太累了 好累啊 我看着都很激烈 不是 你把我们叫到健身房来 是因为你熟悉的是汗味吗 今天我们就这么过了 是不是 是 今天就在这儿待一天 我们在这儿聊一天 我们在这儿聊一天 为什么来石家庄 你熟悉的味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不管在各地 吃到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不是你当年吃的那个东西 可能它都不是那道菜 但是它的偶然间的一个味道 会刺激你回想起 这个好像那个 但是是哪个来着 想不起来 对 对 所以在我的概念里 这个熟悉的味道 还是可能是儿时的那种 记忆中的味道 那这个味道是什么呢 我的熟悉的味道就是这种 路边餐 上学的时候吃的 上学的时候路边餐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不太愿意 回家吃饭 就是有点零花钱 就想去买一点 就是那种摊上的 像麻辣烫啊 什么铁板烧啊 炒饼啊 但你一个人在那撸串吗 不不 就跟我的 现在一个叫发小的吧 那时候是同学 我们一堆人 那时候麻辣烫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在一个 确实很很很 很普通的小的 对对对 就感觉在一个桶里 而且它那是一直煮的 拿出来拿筷子一夾你 就这样给你了 老师阿姨 我是阿姨来 对 然后就特怕敌伸上 然后就得 地而吃了 就持有 那对 应该说是那时候在一起 吃了最多的东西 然后也觉得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你知道那时候 晚上一放学 就吃点零食 所以这种麻辣烫的 就是又可以垫垫肚子 然后又可以 对 应该是我们那时候 吃了最多的一样东西 那我们俩任务很艰巨 就是要帮你找这味道 还得有氛围 有感觉 对吧 对啊 主要还是得像 因为很多人 没有吃过以前味道的麻辣烫 因为知道你们俩很厉害 什么样的味道都能找到 我们有一个海天惊喜酿造书 我们今天把邓伦的心愿 写在海天惊喜酿造书上 我觉得儿时的麻辣烫 这个味道我可以 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是特别厉害的 五星级粤菜的大厨 古师傅 太好 我觉得那我们给 古师傅发个微信 那你联络一下你兄弟 好啊 你跟兄弟们感情特别好是吗 当然了 当然了 反正今天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真的是 随时不管我在哪儿 不管我有什么事情 他们永远都是 一定是第一个冲上来的 就谁一声喊 大家都会去 就我们 我们十几个人 对 就是都是这样 听到邓伦哥说 要感谢兄弟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 我内心就一个词 就好人 因为我觉得友情 它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 一个情感 但如果说 如果你能把一段友情 维持五年 十年 甚至像二十年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 从根本上来缺点 这个人绝对是一个好人 有群 你在群里面吼一声 都起来没有啊 一会儿我发个地址 限你们两分钟之内到这儿 不讨论